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關於這個《全民造星4》 試完昨晚我就在家裡看這個《全民造星4》 如果算回今集節目出街,應該就是前晚那集 在這集《造星》播放之前已經很興奮 因為看預告都知道這集是萬眾期待的Jacky終於出場 我自己都是期待他的表演 因為之前有看他試當真、CAP TV、ARM Channel 所以現在他參加《全民造星》都是表示期待 他這個表演就是唱歌,我認為是聰明 因為Jacky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比較弱 所以他選了一首頭半就算是不合音都無所謂的歌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避了自己的不足之處 不過也是很可惜,最後Jacky也是輸了 但我覺得是不要緊的,看看之後有沒有復活 這些東西很閒 Jacky就是輸了給一個穿著水手服的妹妹 就叫做Sika,這個妹妹 這個妹妹我挺喜歡的,我挺OK的這個Sika 我挺喜歡看這個Sika,覺得她很熱血 我看得出她對動漫的熱愛 看得出她對自己跳舞的熱愛 完全可以用這個入血入骨去形容 如果要我去形容的話,我會說這個女生Sika 感覺就好像她在動漫世界入面走出來 很冷靜,很有Feel 我看完她的表演,已經是馬上不用說話了 我立即找她的IG出來,立即follow 然後見到她,咦?有開TG Group 都是不用說話了,我本身就不用Telegram 我都特意為了她,單學來用 就是為了入她的群組 今屆造星,完全不用說話 我阿澤是萬燦這個 因為她是觸動到我 看完她的表演之後,我覺得她真的很愛這件事 她是舉手投足,都散發著那種感覺 就是說,我好熱愛動漫,好熱愛這件事 那種感覺是,其他人我暫時自己感覺不到 可能每個人的電波不同 還有呢,我看她IG做直播,她都很搞笑 在那扮豪媽媽那些,扮得很像 還有我見到她,就是扮這個皮卡超叫 超可愛的,都扮得很像 如果扮得那麼像,我想她應該都練了一段時間 你如果不是很喜歡那樣東西 你都不會那麼有空在那邊練 所以我想她應該都挺喜歡看動漫的東西 那一會兒錄完音呢,我就鋪了一張照片出來 還有,還會放上IG 那IG我放在這條影片的留言那裡置頂 那大家網友如果想知道她是誰 或者可能想follow,就可以去follow 放個傳送門在下面,ok 那我跟各位網友分享一下 這個日系少女真是不得了 好人對我電波,是適合口味的感覺 就是覺得這個人很好看 你說她是不是跳舞跳得很好呢 其實你說真的,又不是真的跳得很好 唱歌是不是好聽呢 其實都不是好聽的 但是她那種舉手投足,入血入骨散發出來的那種 我叫做動漫魂,就真的感動到我 真是無論得輸這件事 那本身呢,我自己看這一屆造星呢 我其實就不是看Jacky啦 也都不是看這個日系少女Sika的 我本身這一屆造星呢,我打算看東東的 即是踩板和KB拍攝的那個女仔 因為我很喜歡看她的 之前她和KB拍的那些片 覺得她這幾漂亮,又懂踩板 幾適合的感覺 本身打算看這個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不用說了 我盲撐的了,Sika,沒話可說 而且我本身打算看陳祖 因為陳祖是我小學同學來的 所以都要支持一下 即是沒想過有一天見到小學同學 居然是會上電視這樣 因為陳祖以前在小學的時候 他已經是上台唱歌表演的 他經常都在學校 他當時有兩個隊友 我跟陳祖是不熟的 但我跟他另外一個隊友就熟一點 不過現在都沒有聯絡了 這麼多年前 講小學都真的好多年前 沒想過有一天居然見到 咦,你們倆都上電視,厲害 作為小學同學 都要是支持一下,看一下 但現在這些通通都已經不重要了 我現在這一刻開始 我只會幫Sika加油 就算她之後輸,我都是慢撐的 不用說話 我覺得過今次,看得很投入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 是沒有這樣追電視 以往都是看Youtube 看Netflix 怎會是坐定定 等到九點半開電視看 沒有可能的 我覺得自己好像撞邪 不過這樣都證明 Viu這件事呢,這個節目呢 就是搞得好的 可以吸到那些傻子看 竟然 但唯一有一件事 不是很習慣呢 就是他們的評判 好像沒什麼說 可能以前我們小時候 看TVB的節目 比如我們小時候看 看鏡鏟好一丁 大過那些可能看下星夢 那些評判呢,都很多東西賣 不過可能風格不同 各個電視台不同 這些沒什麼所謂 不過可能暫時不是很習慣 可能看多幾集又會習慣 今天差不多了 我都期待後面東東的出場 因為我都喜歡看他的 但我一定是支持Sika的 這件事都不用說了 那今集呢 講到來這裡 沒什麼特別 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